大家好,今天我想分享一個完全不同的題目 就是我發覺前幾個月前講了很多日常生活的數字、時間、星期的日文 我忘了這個,原來沒有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會在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究竟是什麼呢? 好,那個貼士就是跟他有關係 但他又不是真的有出現在裡面的 而是他是故事的受害者 大家猜不猜到呢? 如果大家有聽過十二星期會的故事 就知道貓是很慘的,被老鼠騙了 然後就沒有去到那個賽跑 因為天神就約了大家說 1月1日的時候我們去跑步比賽 然後就根據他的順序決定這個十二星期 但是貓貓就被老鼠騙了以為是第二天 於是呢,他就... 我去這個十二星期的排名裡面 好,那我為大家簡短介紹一下十二星期的賽跑故事 就是為什麼老鼠會排第一呢? 就是因為他一直躲在牛的上面 然後被牛牛跑 然後臨到終點之前,老鼠就跳了下來 然後就成為了第一名 所以第一年的時候就是鼠連 然後第二年就是牛連 然後就是苦連 如此類推 那其實十二星期的故事呢 就可以說得比較詳細的 但是這裡我就不想花費太多的時間 我也有想過 可不可以做一個系列 是...怪笑 是介紹日本的童話 或者一些妖怪故事的 但是呢,我又怕拍了沒有什麼人喜歡看 那如果你有興趣看的話呢 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多人想看的我就再拍啦 好,那說了那麼久呢 我們今天就進回正題先啦 首先呢,我們要介紹一下 年份是怎樣讀先的 因為呢,年份和鼠連那個年字呢 日文那個讀音有點不同的 譬如我們今年是2017年啦 那麼呢,我們會讀到 2017年 2017年 但是我們要讀到這個生肖 譬如鼠連啊,牛年的時候 那個年呢,我們會讀到 年 年就不是讀年 那這裡很簡單為大家介紹一下啦 好,接著呢,我們就落空班了 好,真真正正正的開始啦 我們介紹第一個 第一個鼠連的老鼠呢 老鼠我們會叫做 ネズミ ネズミ 好,然後第二個呢,牛呢 我們會叫做 ウシ ウシ 第三個呢,虎連呢 虎就是 トラ トラ 第四個呢 就是很有趣的小兔子 我們會讀到 ウサキ ウサキ 第五個呢 第五個呢,龍仔的話呢 龍仔好像很沒把氣 龍的話呢,我們會叫做 タツ タツ 第六個呢 我們會讀到 ヘビ ヘビ 下一個呢 馬呢 馬我們會叫做 ウマ ウマ 好,下一個下一個年份 大家記得是什麼呢 馬年之後呢 就到陽年了 陽年我們會叫做 ヒツジ ヒツジ 還有下一個呢 下一個就是猴年 不知道大家喜歡猴年出生的人呢 我還是覺得猴年出生的人 好像都是比較頑皮和白 那猴子呢 我們會叫做 サル サル 下一個年份呢 是我的最愛 對啦 我是這個松子和豬鼻雞的粉絲 來的嘛 下一個呢 就是雞年 雞的話呢 我們叫做 トリ 然後呢 很多人都喜歡的狗狗呢 狗狗呢 我們叫做 イヌ イヌ 然後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入選 這個十二生肖的呢 就是很多人說呢 這個年份出生的人呢 都很幸運 還有很聰明的 就是豬年的朋友 我們豬會叫做 ヒノシシ ヒノシシ 好 那以上呢 其實呢 大家在那個 動物名呢 後面加這個 年呢 就會變成什麼什麼年了 例如你想說這個 雞年的話呢 就是 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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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想說 牛年的話呢 就是 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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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這裡提多一點 就是 譬如你想說 2017年的話呢 那你記住呢 不可以讀 那個年呢 要讀 那樣的 好 那十二生肖裡面呢 雖然沒有牠貓貓啦 但我們bonus 介紹多一隻動物的 日文名字給大家聽一下啦 貓貓的日文呢 我們叫做 Nego Nego 對了 大家看我的名字 就知道 是貓的日文是怎樣讀的 希望今天大家都喜歡 我介紹的 13種不同的動物的名稱啦 不或者應該說生肖的名稱啦 對 那你有興趣的話 記得上google 搜查一下這個 12生肖的故事啦 因為我覺得 日本的神話 和一些童話故事 其實都挺有趣的 有興趣的朋友 就來看一下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啦 另外要follow我的IG 和Facebook 那裡會分享多些 日常很短的影片 或者一些我看完書的 留言 那大家有興趣就去follow我啦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ーイ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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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